我们晚上好 今天是1月29号星期二 欢迎您继续收看 VOA卫视第二小时的节目 我是郑玉文 美国国会就非法移民的合法化 达成了协议 在节目中我们将会有来自国会的详尽报道 另外中共政治局会议宣布 要处置不合格党员 从严治党 这是习近平在释放青党的信号码 今天时事大家谈 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 不过首先我们先请 VOA卫视新闻主播李亦华 为您介绍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亦华 好的 谢谢郁文 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马里的消息 马里临时总统特拉奥雷说 国际社会对马里危机做出的反应 显示只有通过团结一致 和利用一切资源 才能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局势问题 特拉奥雷星期二 在亚地斯亚贝巴做出上述表示 来自非盟 联合国和欧盟的代表 在亚地斯亚贝巴举行会议 争取募集5亿美元 目前 法国和马里军队 继续从伊斯兰反政府武装手中 收复北部地区 目前伊斯兰武装分子 正在马里北部节节败退 美国之音记者卢克 目前在塞瓦尔城 他先前报道说 大部分马里人 为伊斯兰武装分子被击退 而欢呼雀跃 接下来是埃及的消息 星期一晚间 数百名抗议者涌上埃及几个城市的街头 对抗当局为遏制反政府骚乱 而实施的紧急状态法和宵禁令 在星期一晚上七点钟 正式实行宵禁后 埃及民众聚集在塞德港 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街头 星期天 埃及总统穆尔西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 星期一 几个城市的抗议者 对至少将实行一个月的紧急状态法 做出愤怒的反应 开罗的抗议者向防暴警察投掷石块 防暴警察则使用了催泪弹 与此同时 埃及政府内阁批准了一项法律草案 授权总统部署军队 来协助警察实施安全措施 包括逮捕平民 自上星期四以来 埃及的暴力导致将近50人丧生 菲律宾目前日前将与中国的 南中国海主权争议 提交联合国仲裁 各方都在关注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的新任国务卿 要如何应对这个棘手的问题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南中国海巡逻已宣示主权的做法 菲律宾将中非之间的南海主权争议 提交联合国法定仲裁 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亚书表示 我们希望联合国的仲裁庭 能够确定菲律宾 在西菲律宾海的大陆架 有独享开采资源的权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菲律宾当局的这个举动 将使两国的主权争议复杂化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这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争端的 卡托研究所的贾斯丁·罗根说 主权争议被提交到联合国 与中国希望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 背道而驰 中方一直试图将相关的主权争议 限制在中国与所有 有争议国家的双边范围内 避免这个问题被有系统的国际化 即使联合国海洋法庭 做出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 罗根对谁能执行有关决定 表示质疑 如果执行裁决意味着跟中国开战 那你可能会发现 这些裁决不会被执行 这对菲律宾来说可能是一个筹码 他们会说 这个平衡正在朝我们相反的方向倾斜 我们可以打这张牌 然后如果中国做出让步 我们做出看上去是放弃的举动 奥巴马总统的国务卿人选 克里的确认听证会上 中国在南海的企图心 也成了讨论的问题之一 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 质疑奥巴马政府 对这个僵持局面的处理 他说 中国在领土主张问题上 越来越咄咄逼人 中国的邻国正在希望 美国的领导成为抗衡力量 克里参议员说 中国正在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增兵 做出反应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会想 美国正在做什么 他们是在试图包围我们吗 现在是怎么回事 由于中国与菲律宾 越南等亚洲国家 存有争端 克里说 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至关重要 中国是世界上 另一个重要的经济体 很显然 他们对全世界的资源 都很有胃口 我们需要建立起 对大家都能起作用的 行为准则 中国表示 正在通过对话 努力解决有争议的领土主张 但是中国反对 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结盟 来更多地参与这一事物 美国之音 VOA卫视报道 接下来缅甸民主运动领袖 昂山素季抵达韩国 与韩国即将卸任的总统 李明博和下个月将上任的 朴槿惠举行会谈 这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昂山素季 首次对韩国的正式访问 星期一 昂山素季会晤了韩国总统 李明博 随后还会见了 韩国上个月新当选的 首位女总统朴槿惠 在昂山素季为期五天的韩国之行中 昂山素季将出席在平昌举行的 冬季特殊奥运开幕式 以及将造访南部城市光州 领取人权奖 新闻最后 在星期一举行审前听证的前一天 被控谋划2001年9月11号 对美国进行恐怖袭击的被告之一 拒绝一位美国军方律师 为自己辩护 被告瓦利德本阿塔什表示 他不信任辩护律师 记者和证人与被告不在同一个房间 星期一 为记者和证人提供的被告音频 曾一度中断 没有人愿意透露 是谁决定中断提供音频 但军方官员说 中断音频的原因 可能是防止泄露机密信息 美国国防部面临着 来自人权组织和记者的压力 他们要求对被告进行公开审判 好的 以上就是VOA卫视 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 精彩丰富的内容 请您不要错过 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 对于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来说呢 移民问题始终是围绕每一届政府的一个执政焦点 美国国会有部分的参议员最近就推出了跨党派的移民改革计划 其中包括了加强边界安全 以及非法移民的合法化 有关详情 下面就是VOA国会记者的报道 参议院两党的八位议员 28号推出一个全面移民改革的框架方案 其中既包括了共和党主张的加强边界安全措施 也包括了民主党所主张的为美国大约1100万非法移民 提供通向合法身份的道路 这四位民主党人和四位共和党人 都是一直在移民问题上有影响 或者是来自美国边境州的重量级议员 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舒默称 这项移民改革方案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他列举了方案的四大要点 第一 在保障边界安全的基础上 为非法移民创造一个严格而且公平的通向合法身份之路 第二 改革合法移民制度 使得移民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强化美国家庭 第三 建立有效的雇员身份核查制度 防止身份盗窃以及雇用非法劳工 第四 改善外籍雇工制度 同时保护所有工人的利益 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 共和党必须更加努力地解决移民问题 否则他们会继续丢失拉丁裔选民的支持 美国全国家庭工作者联盟 由保姆 终点工等工人组成 他们中有些人是非法移民 很多工人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 他们害怕移民执法者 害怕在上班的路上被拦住检查身份 然后被立即遣送回国 跟家人分离 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哈特认为 很多外籍故宫能为美国公司 乃至美国经济做出别样的贡献 鼓励外国出生的公民和永久居民 参与创业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能把本国的关系和资源 带到企业中来 他们能带动出口 他们能创建一些美国出生的公民 无法想到的商业机会 书莫希望这项方案能够在三四月份 成为立法法案 并且尽快在参议院投票 奥巴马总统上星期会晤了 国会拉丁裔议员团成员 他29号将到内华达州 推动他的移民改革政策 预计他在下个月的国情资文演讲中 也会敦促国会尽快就全面移民改革行动 BOA卫视报道 那么继续呢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对外关系的报道 美国对朝鲜政策的代表戴维斯 以及美国六方会谈团长夏千福 还有一些美国白宫的官员呢 他们从1月22号到29号 访问了韩国 中国还有日本 那么有关的最新情况 我们现在就立刻通过连线 请BOA卫视驻国务院的记者 张荣香来为我们进行报道 荣香你是不是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次出访的这个美国代表团 他们在朝鲜议题上 有没有达成什么样的新进展 那么针对朝鲜又再一次威胁 要进行核试验 国务院方面有没有做出什么样的表态呢 是的 不管是在日本东京还是美国华盛顿 美国的高层官员 针对朝鲜最新的声明呢 都是口径一致 警告说 如果朝鲜平壤政府采取挑衅的行为 就会面对严重的后果 而美国不是说着玩的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主管对朝鲜事务的特使戴维斯 在日本东京跟日本外务省的官员见面 会后呢 他表示朝鲜似乎在玩弄着危险的游戏 而这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在美国华盛顿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 国务院的发言人卢兰怎么说 朝鲜最近的挑衅声明 无助于解决问题 朝鲜计划举行的任何核试验 都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 如同我们在第2087决议案所指出的 一旦朝鲜发动核试验 美国将采取行动回应 刚才卢兰所提到的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第2087号决议案 是联合国安理会在1月23号 所通过了 他谴责北韩 也就是朝鲜来进行这个核试验 那么隔天也就是1月24号 朝鲜突然对外宣布呢 要进行新的核试验 而朝鲜自己所研发出来的 这个长城运载火箭 不但可以发射 这个不但可以发射卫星 也可以发射打击到美国本土的武器 那么我们知道国务卿克林顿呢 即将要卸任 那么2月1号 是他任内的最后一天 接下来他的接任人选 克里参议员将怎么样来处理朝鲜问题 我们会持续问您关注 最后我要补充一点 就是大家依然还记得 谷歌的首席执行官 史密特不久之前访问了朝鲜 他现在回到了美国了 但是有一些人发现 谷歌的网页上面呢 有一个地图的功能 那现在已经可以显示部分朝鲜的街道 甚至呢 一些监狱营区的位置 宇文 是很有意思 那么继续我们再把焦点呢 转向到联合国 我们知道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 现在是轮到了巴基斯坦的大使 马苏德汉 那么马苏德汉大使呢 在最近接受了美国基金专访 他还特别提到了 美国中国与巴基斯坦三方的关系 容香是不是能跟我们介绍 这次专访的一些主要内容 是的 美国和中国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成员 而这一次呢 安理会的轮值主席马苏德汉呢 他曾经担任巴基斯坦驻中国的大使 那么他在对美国之间的专访当中 提到了巴基斯坦非常的幸运 能够跟他的邻国 也就是中国维持非常良好的关系 这个中巴关系呢 从上个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开始 发展到现在更上一层楼 在经贸上面不但有密切的 经贸往来 在政治上面呢 也维持着战略伙伴的关系 当然呢 马苏德汉也以外交官的口吻来提到了 中国和美国都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听看 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 巴基斯坦大使 马苏德汉怎么说 在逐渐形成的全球新秩序里 巴基斯坦寻求提升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两者相辅相成 美中在许多领域都扮演核心角色 尤其是经济领域 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双边良好关系 并不会取代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务院呢 一向非常致力于跟他国发展这个人文交流计划 国务院有所谓的国际访问领袖计划 也就通过了邀请其他的国家 在各个领域上的专精的人才 还有学者来访问美国并且进行交流 根据统计呢 这个中国还有巴基斯坦 就是参与这项交流计划 人数最多的国家 根据前年的统计 巴基斯坦占第一位 中国占第二位 郁文 好的 荣香在我们让你离开之前呢 我想再请问一下 今天在美国国务院方面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 而且跟中国相关的新闻发展呢 荣香 荣香还在线上吗 好 我们的连线可能有一些状况 荣香已经不在线上了 不过我们非常感谢荣香 在美国国务院 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 而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 国务院的消息 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你们稍后回来 时事大家谈 我们要为您解读 中共中央政治局最新会议的内容 习近平到底 是不是要展开清党的行动 也请您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这是两分钟 我们必须重新会的迫害 其实是对它长期迫害的延续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 得不到法律的证券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 得不到法律的证券 欢迎您继续收看 VOA卫视现在又到了 我们的时事大家谈的栏目时间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 这个星期召开了第二次会议 习近平特别在会中强调 要加强党员的纪律建设 要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 要从严来治党 那么就有媒体在分析说 这是不是习近平 要展开所谓清党的行动呢 实际上我们看到 从18大中共新领导层上台之后 有关北京整风运动的传闻 就没有断过 那么中共强化党员的管理 到底是要走老路 还是要开新局呢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为您进行探讨 同样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国际热线电话 400-120-0551 来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 首先先为您介绍 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 第一位是普林斯顿 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陈奎德先生 欢迎您 另外一位是北京之春的主编 胡平先生 胡平先生是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 胡平先生 谢谢 好的 那么首先我们就先来请 胡平先生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说分析人士也有很多人都说 如果说把习近平所主持的 这个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概括为是整风 那么这一次 在星期一刚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它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清党 那您注意到 它这次会议的强调的一些内容 您觉得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 对中共来说 整风清党是他过去经常做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在毛时代 那么习近平新冠上任三八火 就提出党要管党 那么我们看到这两次会议上 他都提出了 在这方面提出了很多一些具体的要求和措施 但是整体来看呢 他提的没有什么新办法 那么作为一些老办法 过去共产党那个传统上习惯用的办法 有些我想他也不敢采用 比如说毛时代 57年号召整风 要求这个民主党派和党外的群众 给共产党提意见 更不用说在文化革命中 毛泽东还提出炮打司令部 这些事情当然是 今天的习近平他不敢复制 也不可能复制的 那至于其他的方面 过去共产党像毛时代 动不动就派工作组 那来搞整党和整风整党的问题 现在估计习近平也不可能采用 那么你看现在他已经谈到了那些新的措施呢 实际上都没有心意 都是做的表面功夫 另外我们也都知道 你作为一个垄断权力的执政党 单靠自己来管自己 自己监督自己 这层理论上就是办不到的 所以对这件事情呢 尽管现在这个雷声很大 但是它究竟能进行到什么程度 我想还有待观察 是 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呢 您觉得习近平的所谓的整风运动 它可能与过往有什么不同 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历史上 事实上刚刚胡平先生说的 有多次这种所谓的整风倾诉 或清党的运动 延安的整风运动 还有刚刚他所提到的 习近平可能有什么样不同的做法 或者是他还是延期过去的道路 他在口头上是有些表面上的语言和过去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所处的状况和过去是完全不同了 现在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是已经是所存的几个 硕果仅存的几个共产主义政党了 而且他是在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全世界全面破产 包括在中国共产党内部 大多数的党员也不相信这个意识形态的状况下 做这个所谓整风 和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 他是属于意识形态还在上升时期 用了一种毛泽东非常精巧的 但是也是有强力 包括有信息封锁 然后有一整套办法的那种整风 他现在是完全不可能适应那套 当时的整风是共产党在上升的时候 是大家统一到毛泽东这个最高权威下来 全党只有一个声音 现在习希望也能树立他的权威 但是他实际上现在是旧亡 这个党现在已经越来越和社会敌对 和老百姓敌对 和中国的利益敌对 所以他要救亡 要把这个党重新整顿起来 让自己的有权威来执行一些新的政策 我想他这个目标 用现在这个方法来做 恐怕是达不到的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了 就在这个政治局会议的同一天 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 他是说强调党员党组织 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 言行要和党中央来保持高度的一致 那么也就是说党员在党内 是不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吗 是 他在公开的 党员在公开的内部的会议上 或者是说公开的场合下 不能发表和党中央不同的意见 那就是说明他还是要想 使这个国家 使这个党 维持一个大家都在假装的统治 就是说最高层在假装进行统治 而在下面的层在假装的服从统治 实际上大家都不以为然 他对这个统治 所以说只是维持这个表象 是一个政治上的外衣 是一个我在统治 你们表面上好像没有意见 他也知道底下如果是在茶余饭后 都是非常多的牢骚和不满的话 但是你在正式的场合 正式的宣传场合 或者正式的党的会议上 是不能提出反对意见的 他要维持这样一种表象 但是这个表象能不能维持 我现在看来都值得打个问号 是 接下来我想要请教胡平先生 胡平先生 我们今天也看到一则新的消息 就是继南方周末之后 现在又传出了在中国成都 官方所办的一个杂志 看历史 他们在二月份的这个专刊 因为探讨了有关台湾的民主转型 结果没有得到当局的批准 而被迫停止出刊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消息 那么也再次让人联想到 就很多人说到 这个中国官方共产党 如果要进行整风的话 那么要能够接受批评 或者能够有自我批评 但是在中国政府 强加管制言论的情况下 就整风清党 到底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这个问题 它表说明了 这个中国的一个关键问题 比如问题还不在于 你习近平想做些什么 来推动你心目中的所谓改革 而在于这个现在的中共统治集团 你们这个是不是不做什么 比如像这次这个刊例 是发表这种这个 关于台湾经验的文章 你是不是去禁止 这件事情恐怕更为重要 当然还有更多的 反映在这个互联网上的 这个民众的对这些官员的 这个腐败行为的揭发呀 对时政的批评呀 你去不去压制 你压制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这个才是取决 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本身 也是包括未来中国演变的 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是 胡平先生 继续我还想请教您 就是说很多人看到 这次这个政治局会议提到 处置不合格党员 立刻就有人联想到 这个即将要开审的 这个薄熙来案 那么到底这一次这个会议 所提的是针对全体党员 还是您觉得有可能 针对的是个别党员呢 那么对于薄熙来案 又有什么样的一些 启示作用吗 那这也是这次 这个习近平要整党清党 和过去 尤其和毛时代 有所区别的一个重要方面 过去毛时代搞整党清党 他有很明确的目标 有很明确的靶子 他要清理哪些人 这个不仅他清楚 那一般党员也都清楚 而现在这个习近平 提这个整党清党呢 你就是看不出 他到底要清理哪些人 那当然这个薄熙来案件 肯定要受到相关的影响 那么在这种大张旗鼓的谈 整党清党的这个舆论气氛之下 我们可以估计呢 对薄熙来的这个 薄熙来的判决不会很轻 但是呢 现在的问题 在公共党的反应问题 是很多方面的 它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处置 我想到目前为止 习近平把本人也心里也没有谱 他无非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强化自己的权威而已 是 怎么样处置 还有怎么样来这个 扩大这个党员的规模 我相信都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点 不过稍后我们会请两位嘉宾 要继续来为我们的分析来讨论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先来接听几位 我们在线上等候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听听看您的意见 也请您简短发言 首先是天津的何先生 何先生您好 请说 主持人 你是专家先生好 我觉得习近平说 政党清党 我想无论是他想学这个 马老头搞得肃烦也好 我觉得他可能就和这中共 热播的这个电视剧 这个电视小品 赵本山那个麦拐里头是的 恐怕也就是欺骗这个中共 这个中共的善良百姓吧 我想我想要是 如果这个习近平要是说 清党 政党 还不如让这个刘元和张海杨美啊 说让中共 让中共回到这个 马泽东那个共匪统治 统治时代的人 上台执政 然后习近平就退位 不叫做 好的 谢谢您天津的何先生 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请您间短发言 张鑫 谈到这个习近平啊 哎 戴卫戴 是 请说 谈到习近平这个 哎 铁巴强 后期星期一报道 就是老虎畅人其党 我相信习近平有这个能力 他能整治社会 这个国内这些党的地方 这个党的党 他也有这个 硬度 那我同时 我再一次 更意外的条件的是 国内哪位人士 很关注一下 我和张先生家庭救活问题 我现在已经陷入困境 我也没有决定能力 请为律师 我的家庭解释我 完全属于背后不和告人的谋言 好的 我们谢谢您张先生 是 我们也请您啊 利用我们的电邮信箱 可以把您的相关信息 再传送给我们 那么刚刚我们听到两位 这个观众朋友的看法 当然张先生对于习近平的这个魄力 他是觉得他有所期盼的 但是如何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整肃 或者是整党的工作 刚刚胡平先生也说 还有待观察 陈维德先生您认为呢 习近平过去我们也谈到 党内的这个 其他的这些派系的势力 确实他有很大的一个阻力存在 但您觉得对于习近平未来 在党内先进行改革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有多大 我觉得他现在做的事情是 可以看得出来 他现在还没有想好 往下执政的主导性的方针 我们看出来 他最近一段时间 他放出了一些互相矛盾的政治气球 一会儿到那个深圳去访问 好像大家觉得他要继承凳的方式 后来又说 两个三十年都必须继承 如此类的话 所以看得出来 他现在正在摸索 或者正在平衡 党内的也好 党外的也好 两派的那个力量 也包括刚才胡平先生 我们大家一起谈到了 也就是薄熙来案 薄熙来案 他这个 他往下怎么走 大家知道 本来说是这个星期就要审 结果又没有审了 我不认为这个是因为那些具体的证据 例如他的贪腐 他的那个烂权 这些证据没有拿足 如果没有拿足的话 先就不会有那些信息爆出来说要 而是政治没有摆平 党内的政治上没有摆平 没有达成共识 没有达成妥协 所以说对薄熙来究竟惩治多重 实际上尤其是在最近几个月 又产生了一些变化 又向左的方向稍微有点摆动 因此怎么样惩治薄熙来 我估计在党内也有非常多的意见 因此显得他们举其不定 包括习近平先生 他说出来的话 我们大家注意到了 他也是前后比较矛盾 或者是左右在平衡的这样话 所以看得出来他的政治方针 政治方向还没有定 恐怕永远是还定不了 或者是说他有一段时间 把自己的权威加强了以后 正式地显示出自己的鲜明的政治色彩来 现在还看不出来 胡平先生您的看法呢 另外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说 在这个有关处置不合格党员方面呢 那么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 就您的观察 中国共产党到目前呢 我们看到了对于一些贪污官员的 这个惩治办法 都是割除他们的职务 或者是开除他们的党籍 对于中国共产党 这个可以说清除党员的这些方式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您是不是能跟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 有哪些方式呢 那么他这个共产党的清洗党员的方式 这个除了这个更严重的 当然这个移交司法 那轻一点的呢 那就是这个你博取你党内的职务 乃至于开除 当然还有一些呢 比这个问题稍微轻一些 那就采取什么劝退呀 这种方式 或者这个对你重新登记的时候 就是不给重新登记等等 那么这里当然和共产党本身 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党 有很大的关系 你看一个正常的党 那党员标准 那就是认同党的纲领 对支持党的这个政策 那个在选举中间投党的一票 那么这个对党员的其他品质 并不提出什么要求 而你现在呢 而现在共产党呢 因为它是垄断的权力 那么共产党这个党组织 基本上是这个统治集团 官僚集团的这个一个预备队 因此呢 这个共产党就免不了 对它的党员呢 在其他的方面 包括道德品质啊 其他方面都提出一些 比较多的要求 因为这个影响到 人们整个人们 对这个统治集团的这个观感 而现在呢 这个民众确实对共产党的 这个统治集团观感相当的差 那么这时候就要求 你党里面对它的党员 尤其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 有比较高的要求 但事实上呢 这点它又必须 同时它又必须靠党员 那个共产党的官员们 能够在从政中 捞取大量的好处 才能维持它的统治 这自身就构成一种矛盾 所以从现在情况开始起来 那现在习近平固然 由于没有后头的元老的干涉 要显得比原来的胡锦涛 有更大的权力 但是呢 他对于过去这个 整个腐败情况呢 更多的反映在上层 那么你上层根本动不了 那你们对下层要 采取大的动作 那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 胡平先生 我想请您继续跟我们分析啊 就是说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 他们也特别提到了 要在这个农民 工人 还有在知识分子当中 来发展党员 那么另外也对所谓的 党员的规模 有一些新的规范 是不是能请您 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还有您的看法 那谈到党员规模问题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 这个共产党的数量 增加的非常快 它还以此为来悬要 但这中间呢 因为现在入党的标准 就变得和毛时代就大不一样 那么首先你在过去毛时代 那你这个入党 还一般来说还相当的不容易 尤其是你不是这个工农 你要是知识分子 入党更困难 而现在呢 共产党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 为了那个收买人心 尤其是收买一些知识界的 一些这个企业家 也就是在社会上 有相当地位的人 那么他在这个收取党员方面 在这方面就提供了很多方便 另外呢 基层他这个 由于这个党员本身的 这个党组织在基层的这种涣散 所以这个 这也造成了很多地方 就大量的吸收党员 这个使人数急剧的增加 那反而对这个党的 开战工作的反而不利 那么现在他有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的 就是他习近平提到 就要增加工人农民 和这个知识分子的比例 那么尤其是工人和农民 那说起来很荒唐 因为共产党号称是这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但实际上呢 我们就光看这次十八大 十八大2200多名代表 中间的工人代表 包括农民工代表 一共才169个 也才占百分之 才占百分之七 那这已经是比十七大有很大进步了 十七大才占百分之二点几 那你想这个和所谓工人阶级的代表 工人阶级先锋队就简直连名义上 连形式上都相差得太远了 那你可以估计呢 习近平即便是加强增加工人代表的人数 我想他增加的比例也相当是有限 事实上现在共产党 包括他代表大会 都成了权贵的大会 成了官员的大会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不可能改变的 因为过去的共产党 你想他老一代的时候 他主要是个职业革命家集团 那到现在呢 他就成了职业官僚的集团 那在这中间 所以工人农民 他尽管在普通党样中 占据相当的比例 但是在上层中间 他显然是处于一种非常边缘的位置 在这点来说 我想他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胡平先生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称辉的现在20秒左右补充 他可能还有一点 针对江泽民先生 谈到的资本家族党 因为党内的左翼的反叛 反抗就这个方针也是相当强的 可以针对这种理论 他可能也有所表示 这个我不估计这个方面 不过我觉得他 现在这一套东西 都没有任何的心意 恐怕将来收效是甚微的 好的 我们今天呢 谈到了有关于这个 中共宣布要强化党员的管理 这到底是走老路 还是要开新局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感谢两位嘉宾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任 陈奎德先生 还有北京之春的主编 胡平先生 也欢迎您利用我们的电邮信箱 VOA新闻at gmail.com 继续地提出您的问题和看法 我们将在节目中 为您进行点评和回应 那么稍后回来 我们要继续探讨 上个星期五 焦点对话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司马南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发表意见 收到了许多的反响 稍后我们就要为您详尽介绍 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 就在美国的堕胎案判决 40周年之际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的堕胎问题 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美国就有一位 人权活动人士呼吁 强制堕胎不是中国的内政事物 而是国际问题 而这种暴力必须结束 下面就是VOA卫视的法律窗口 2013年2月 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罗素韦德案 40周年纪念日 法庭在这个案子中 给予美国妇女堕胎权 为此支持和反对堕胎的人士 在全美各地 举行了各种针锋相对的纪念活动 首都华盛顿的保守机构 家庭研究委员会 日前邀请了女权无疆界组织的负责人 瑞杰女士 就中国的强制堕胎问题 和独生子女政策 举行了题为 《为生命改变中国》的讲座 瑞杰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 曾经是一名职业律师 据她本人介绍 她有过一次小产的经历 因此对失去孩子的母亲 很能感同身受 中国妇女被强制堕胎的情况 在她的内心引起强烈的震撼 有一件案例 我永远也无法忘记 一名年轻的妇女 怀孕七个月了 却没有获得准生证 这就意味着她是非法怀孕 她走在路上的时候 被寄生干部抓走 直接带到手术台 强制把她非常想要的婴儿流产 最后一名医务工作人员 把死婴拿到她面前说 你需要付钱 我们才能处理掉这个死婴 她说我身无分文 于是他们就把死婴 放在她的床头 我有当时的一张照片 她正看着死去的孩子抽气 七个月大的孩子 就这样被强行流产了 瑞杰指出 强制堕胎不是中国的内政事物 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促使因性别选择而杀害女婴的情况出现 妇女跨国界被贩卖到中国的犯罪 也接踵而至 她说中国在联合国 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力 国际公约上签了字 承诺要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利 因此中国违反国际人权公约事实本身 就使强制堕胎成为国际问题 这不是中国的内政事物 我们美国的人权英雄 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 任何一个地方的非正义 都是对每一个地方的正义的威胁 中国妇女遭遇的问题 值得全世界关注 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如果你关心妇女 就必须要关心中国的妇女 最近一些西方媒体 引用中国人口学专家和统计局官员的话 暗示独生子女政策或将结束 瑞杰认为 这是对中国政策的误读 她指出 首先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霞 前不久才重申了独生子女政策不变的立场 王霞表示 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 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 其次 中国官员和专家 有关独生子女政策或将结束的评论 以及建议值得研究 瑞杰提到 中国智囊机构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最近建议 中国在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 到2020年前 终止所有的生育限制 瑞杰认为 二胎政策并不是解决中国一胎政策的答案 我认为中国政府允许妇女生一胎还是生两胎 这不是问题的核心 问题的核心是 政府不仅对妇女可以生几胎发号施令 而且通过强制堕胎 强制节育 甚至杀害婴孩等手段 强迫实施生育限制 因此 即使采取二胎政策 妇女 无论生第一胎还是第二胎 都必须要得到许可 否则就要被罚款 而且罚款数额 可能是她们年薪的十倍 大多数人因为付不起罚款 就被迫接受堕胎 此外 在已经实施二胎的农村地区 还出现了严重的杀害女婴的情况 除了关注中国的堕胎问题之外 瑞杰还积极活动 要求中国政府释放 因为揭露强制堕胎问题 而遭受迫害的 盲人法律工作者陈光诚 陈光诚曝光了这么一个事实 2005年 仅在山东省林医地区 就发生了13万起 强制堕胎和结扎的事件 为此她付出了 4年3个月监禁的代价 期间她被殴打 折磨 预方还拒绝治疗 据瑞杰介绍 陈光诚2010年被释放后 她和家人继续被政府软禁关押 事实上 她所在的整个村庄 都成了一座监狱 庆幸的是 外界透过这段录像 了解到她本人的情况 以及中国强制堕胎的真相 那么我们现在 可惜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战胜恐惧 来揭露他们这种 没有人道 没有基本良知 这么一系列的 见不得人的行为 这个录像的公布呢 我也有思想准备 他们可能用对付高之胜的手段 来对付我 但是我不怕 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 中国政府终于做出让步 允许陈光诚离境 陈光诚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 终于在2012年5月19日抵达美国 另外一方面 中国政府一直把计划生育政策 看作是控制人口的基本国策 而且一直为这一政策的实施进行辩护 中国官员表示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是自愿的 有关政策 明令禁止强行堕胎 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也规定 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禁止非法拘禁 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 或者限制妇女的人身自由 禁止用暴力手段残害妇女等 瑞杰指出 无论你是赞同还是反对 堕胎合法化 这都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关键是 这不是自由的选择 这种暴力必须停止 为此瑞杰到美国国会作证 向白宫官员介绍情况 前往美国大学以及其他国家 乃至欧洲议会发表演讲 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停止暴力 结束中国政府对妇女的战争 强制堕胎 不是一项自由的选择 VOA卫视记者亚威 施蒙 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 上个星期五 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为您再次邀请了中国左派代表人物之一 司马南先生来到节目当中 讨论了中国最近两个新闻事件里的左派作为 还有左派以及薄熙来重庆模式的关系 那么这次节目呢 同样又引起了观众朋友您的强烈反响 当然其中有批评 也有许多的赞扬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这个节目的编辑保深 还有主持人宁兴 请他们来回应一下观众朋友您提出的意见 我们欢迎两位 那么首先我想先请保深来谈一谈 我们知道这个司马南先生是第二次上节目了 从第一次来到第二次 这个很多的反响 那么很多人也提到说 他的想法太左派了 太偏激了 为什么美国之音还要让他来上节目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这也是我们很多听众写电邮来提出的一个问题 比如讲莫斯科的网友王先生 他就写道 每次看到左棍司马南真是恶心透顶 为什么美国之音一次又一次给他创造机会 出头露面 让臭不可闻的司马北先生 我估计他恐怕是打错了 名声造起来 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我们美国之音是美国的媒体 是美国政府的电台和电视台 那么我们就要反映美国的民主价值 在美国不管你的观点是怎么样的极端 只要你有一定的代表性 就可以有发言的机会 那么尽管司马南先生在中国被卡住了脖子 被风声了 但是他确实代表了中国人 一部分中国人一些观点 我们焦点对话节目 本来就是一个辩论性的节目 我们的嘉宾 通常嘉宾也经常因为很多的话题 吵得不可开修 面红耳赤 所以让司马南来上我们的节目 并不是给他提供一个发声的平台 而是让他表达一下 他所代表的一部分人的意见 那么确实我们有些网友 非常能够领会我们这种意图 像网民常识2018就说 公开邀请毛左 呈现了海纳百川的精神 使美国之音上了一个新的平台 是 没错 确实我们其实是为了提供给观众朋友 其他不同的意见 那我想接下来问问宁兴 很多人也对这一次焦点对话 呈现了一个比较不同的方式 觉得好像是一个真正的 一个辩论式的形式 不过也有人批评说 你们三比一来打死马男 这太不公平了 那么你是不是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或做一些回应呢 我想首先我们的保生和我都非常感谢 观众对于这个节目的喜好 因为我们得到大量的评论 几百条的这个评论 那么我相信这次 其实绝大部分都是非常正面的 而且就像保生说的 很多人是肯定 我们这个就是让不同的声音发声 那么我想关于这个形式问题 我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一些意见 而且以后我们会考虑一些意见 比如说有的人说 干脆你就一对一 这种形式以后 我们可以更有弹性 因为这个节目的设定 本身就是四个嘉宾 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交锋 更多的随意性 这个节目才显得多元化 因为你本来要呈现不同的声音 还有一个呢 我就想就是听众观众提到说 你们三比一把他打赢了打败了 我想这个思维本身并不是我们的定位 我们的定位不是说要谁赢谁输 或者是说谁要把谁打败 要把司马南彻底打倒那种 并不是这个意图 而是说要把不同的声音呈现出来 那这次恰好呢 是因为司马南的声音 虽然他代表了一部分人 但却是一小部分人 尤其在美国 我想很多人受到这个美国宪政精神的熏陶 确实很难找到像他那种很左派很毛派的这种东西 你很难找到 就是说像宝胜节目里面确实提到 找到一个跟他观点很一样的 恰好这三个嘉宾呢 跟他观点不一样 而且我们在讨论中 我们其实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说肯定大家的观点跟他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 这个节目并不是围绕着司马南 或者是说围绕着一个打败司马南的目的 而是说他作为一种声音 四个嘉宾中的一种声音来发声 所以呢 就是说大家只是恰好跟他观点是不一样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有对的 所以以后还会考虑继续再请一些 比如说陆续代表 比如说中国少部分的意见的人士来参与吗 对像司马南上次上我们美国之间以后 我们就一起在聊天 我就提到 像你的朋友像孔庆东啊 教授 还有像其他的一些 你们认为这个左派的这个人物 我们也欢迎他们来上我们的节目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辩论的节目 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观点 会有对立的观点 有的时候少数人持一种观点 另外三个人持其他的观点 就是很正常的 其实我们讨论美国议题 我想保生可能就是 经常关心这个节目人都知道 比如像戴博 他是一个美国的民主派 讲到美国问题 很多时候另外三位嘉宾跟他观点不一样 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是经常发生的 只不过司马南显得比较突出 还有一个就是除了比如像孔庆东这种左派 我们也有很多自由派 比如毛鱼士啦 徐星斗 胡星斗这些人士 我们也会再去他们参加 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 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来进行这样的回应 那当然美国基因的焦点对话节目 是在北京时间 每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 为您现场播出 也欢迎您按时的收看 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对于使用iPhone或者iPad的观众 您到苹果应用商店App Store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下载并安装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安装美国之音的英语学习应用程序 如果您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设备 请到Google Play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中文新闻的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英语教学应用程序 您还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网址是VOACHinese.com 欢迎继续回到VOA卫视 如果您看过电影《变形金刚》 一定会对影片中的大黄蜂是印象深刻 今天本色美国单元就要为您介绍 这款颇瘦年轻人喜爱的美国跑车 我们一起去看看 2009年迈克尔贝导演的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 风靡全球 摘一篇通过真实的汽车和先进的电影科技 演绎了众血两派高智慧机器人种族的斗争 而电影中男主角山姆的作家《大黄蜂》的原型 就是通用公司旗下的雪佛兰科麦罗 神批雪佛兰金领级的《大黄蜂》不仅英勇善战 还利用自己的时尚外形帮助山姆追求女主角米卡亚娜 在中国对于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来说 拥有一辆大黄蜂可以说是一个梦想 需要很多年的努力与拼搏才能实现 然而在美国对于一个刚毕业 有着全职工作的年轻人来说 这款车大概只相当于他大半年的工资 今天本次美国节目就要带您一起去体验一下 这款买得起的肌肉小跑车 1878年圣诞节 一个叫做路易斯·雪佛兰的男孩 出生在瑞士的一个小镇 1900年 22岁的雪佛兰远渡重洋来到美国 当上了别克的赛车手 并且认识了未来汽车业巨子 通用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威廉·杜兰特 1911年 两人合伙成立了雪佛兰汽车公司 可是好景不长 路易斯·雪佛兰梦想着生产高品质的跑车 而杜兰特却认识到汽车大品质的跑车 中化的发展趋势 坚持走廉价汽车路线 很快两人就分道扬镳 雪佛兰被迫离开了公司 不过有趣的是 很多年后她又回到了雪佛兰 成为了一名汽车机械工 在美国 雪佛兰轿车被人们亲切地称作Chevy 而Chevy在英文中有追逐的意思 它让美国人有一种亲切 温馨并且值得信赖的感觉 说到美国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雪佛兰 棒球 热狗 和苹果派 所以雪佛兰一直是美国的文化烙印之一 20世纪60年代 为了和福特公司竞争 雪佛兰推出了体型修长 且具有冲击力的双门跑车科麦罗 就像大黄蜂在变形一样 雪佛兰也在不停地变形 经历了五代的设计后 2013款的雪佛兰科麦罗 既富有时代气息 又具备威猛身形 它仅用五秒钟 就能加速到时速100英里 也就是160公里 刚填完这款车感觉非常的好 加速特别的快 但是也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它的窗户稍微有点窄 视线并不是太好 感觉像是在开坦克一样 最新款的科麦罗拥有COOP 双门跑车和Convertible 敞篷跑车两种车型 以及LS LT和SS 低中高三个档次六种基本配置 另外 根据客户的不同需要 还可以添加不同的零部件 更换轮胎大小 选择不同的条纹 图案和颜色等等 所以几乎每辆科麦罗都不完全一样 也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这也正好符合美国人崇尚个性的特点 在美国 像雪佛莱科麦罗这样有着时尚运动外形 但价格并不昂贵的双门四座跑车 还有很多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三大骑车公司 福特旗下的福特野马 以及克莱斯勒旗下的稻骑挑战者 他们都有着很高的炫价比 因此又被称作Pony Cars 也就是肌肉小跑车 肌肉小跑车是60年代初出现的 以福特野马和雪佛兰科麦罗为代表 他们基本上就是肌肉跑车 但是价格更为公道合理 可以说是轻型的肌肉跑车 但作为跑车 油耗会相对较高 以低配的科麦罗为例 六缸发动机3.6升排量 自动挡的新车油耗大约是每加轮21英里 那么现在呢 杰夫正在为我计算一辆车的价格 这辆车的销售价格为24789美元 另外再加上税 牌照等费用 虽然这辆车的价格只要26000美元左右 但是我还是付不起 所以我让杰夫帮我做了一下分期付款的计算 如果我用六年的时间还清贷款 首付2000美元 那么我每个月只需要交付381美元 然而看上去肩不可摧的肌肉小跑车 似乎并不是那么结实 在电影《变形金刚3》的拍摄现场 一辆紧车就将大黄蜂撞得面目全非 尽管如此 科麦罗仍然深受美国人的欢迎 这款车开始销售之前 《变形金刚》的电影就已经出来了 所以人们很早就开始讨论科麦罗了 而且在第一辆车来到我们店里之前 顾客们就已经提前预定了50辆 除了科麦罗以外 雪佛兰还有另外一款高端的跑车 也在电影《变形金刚》中出现 它就是横炮Sideswipe的扮演者 银色的科尔维特 也许在中国 科尔维特的知名度并不如法拉利 但在美国 Kovett绝对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它是美国的第一款跑车 也是最能代表美国精神 和高端汽车技术的一面旗帜 当然 这辆超级跑车的价格也比较高 大概是科麦罗的两到三倍 好 那么节目最后呢 又到了我们的OMG美语的时间了 今天白杰要教您几句 接听电话的常用美语 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白杰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每天都会播出一个节目 一次来学最新的 最地道的美语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 怎么用美语 打电话 接手机有两个方法 第一 如果你知道谁打了电话 你就会说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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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这样说 oh it's melissa hello oh是melissa melissa你好 第二接手机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不认识打过来的电话号码 你就会说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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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ie calling 你好,白姐 我是Julie 白姐接了电话 接电话之后要怎么说呢? 如果是朋友打过来的 你就会说 Hey Julie, how you doing girl? Hey Julie, how you doing girl? Hey Julie,你怎么样啊? Hey Bob, what's up dude? Hey Bob, what's up? Hey Bob, what's up dude? Hey Bob,你好吗? 如果是比较正式的 比如你的同事打过来的 你就会说 Hello Julie, how are you today? Hello Julie, how are you today? Hello Julie, how are you today? Julie,你好,你今天好吗? 好,我们明天学一学 用美语怎么继续电话谈话 然后怎么用美语挂上电话 好吧,现在it's your turn 请用英文写一个评论告诉我 When your friend calls you How do you answer the phone? 好,继续收看 OMG美语 我们明天见 Bye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VOA卫视 两个小时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节目 有任何看法和建议 也欢迎您发送电邮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新闻at gmail.com 节目最后 我们要带您到爱沙尼亚 去看看这个雪地泛舟的 新奇景象 我是郑玉文 也代表VOA卫视所有工作同仁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Bye 好,啥 好的 好,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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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啥 好,啥 好,啥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